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他嘴巴大嘛 到底是夸我去说我呢 我过来很收用 两位大叔很收用 其实女的减肥 按说应该比男的更难 对不对 但是我怎么觉得 我身边这些女性 女的有毅力 这就是决心和毅力 女的就是这个决心毅力 可是我觉得她还比我馋呢 女的最馋了 我后来明白了 你知道吗 跟着女的吃最倒霉了 你知道吗 就是女的吧 她胃小 她老要吃 她就吃 每次她就吃一点点 剩下的全是男的 因为男的就是要 就这一顿 就是个人意志力 跟性别没有关系 个人意志力 而且跟女的吃饭 麻烦 除了说要吃 她剩下的东西以外 有时候看她那种挣扎 好想吃啊 不要吃了 吃口吧 来来回回 你替她难受 有些女的吃完 还马上进厕所扣喉 把东西吐出来 出来一股味道 怎么样清嘴 你这个约会的推向很恐怕 不是我 我听到这些年轻人说 很麻烦 加回约会的历史 比较坎坷是吧 经常跟你吃完饭 就听见呕吐的声音 对啊 呕吐完跟你清嘴 我看那些年轻人 他说 马叔叔 我今天很惨 就讲他们那种约会的悲惨状况 反正都不是你 都不是你 咱们这个讲正经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 真是事不关己 你就能谈笑风生 但是呢 你关心这个人间疾苦吗 对吗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人间疾苦啊 一弄不好 就弄出轩然大波 我们那个说法文汤 那个微博底下 这几天就一直留言 说我 你看我 我有时候后知后觉 说说罗尔啊 说罗尔啊 为什么不说罗尔啊 你以为是个外国人是吧 对 我也是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我信息是乱的 就是我确实在那几天 这个朋友圈啊 看见这么一个 惊人的题目 罗一笑 你给我站住 罗一笑 你给我站住 我就迟迟没把 罗一笑跟罗尔 罗一笑 哎 你看我的心理 与众不同 我看见这标题 看我都不会看 所以我看 我看我朋友圈 全发这个 我一看见这个 我就不看 不是与众不同 我也有这个心态 我老觉得 有时候特别火的一个东西 你反而不想点开来看 是不是 就刷屏了 我就不想点 这感觉 除了你这个心理之外 我还有一种心理 就我对这种叫嚣体啊 天生的就有点距离感 就是有理不在身高 但我跟今天这个社会 真是格格不入了 今天这个标题啊 全是要这样的 喷着血的 可是为什么 我在趣味上 我一看见这种 高喉咙大嗓门的 哎呀 我这人好净 你知道吗 当然那个 大家反应那么激烈 可能也的确伤害了 好多人的感情 不一定是被他骗 而可能在其他地方被骗过 所谓骗是说 通常骗就 素足于你这种感情嘛 要么就贪 要么这是同情 可能被骗了 伤害很深嘛 觉得我好心 我觉得我可以捐款 做什么事 支持某些东西 结果是个骗局 到底是个骗局之后 倒过来 你就觉得自己是个笨蛋 那对你的自尊心 伤害很大嘛 这个你看啊 我们小编给我找的材料 基本上你就知道这事 现在的这个风头 就是腔腔话题 哎 这个罗尔啊 相关资料 我想 头一篇是罗一孝 你给我站住 然后罗尔 我承认我被钱砸晕了头 然后罗尔留霞峰 就是那个他那个网贷公司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操操盘手啊 罗尔留霞峰 关于罗一孝事件的联合生命 然后下边就是采访 罗尔说 没人关心我的女儿 只想知道我是不是骗子 罗尔再次接受采访 深圳的房子 以后归儿子 然后你看霞克岛 我们前一阵请霞克岛 霞克岛也发文了 愿罗一孝忘记今天 然后有心理学家 唐彦宏说 罗尔不是坏人 他只是软弱 等等就是今天这个 哎 义军你从这个事件里 得到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整个看了里面 就是可以聊的面相太多了 是的 就有一个 像你刚刚说的 那个大喉咙高嗓的这些东西 你会很就很排斥 但是呢现在这种 这个营销手段 一定他们也会找到 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你愿意去打开的 我想说什么呢 现在有一种东西 叫做情感经济 就是我那天 其实我我想 会不会有这个词 我一去搜索 还真有这个词 他什么意思呢 他解释出来 第一句话大家都能明白 第二句话就吓一跳 他第一句话是说 叫做人 就是叫商品情感化 就是说他卖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今天都讲故事 对不对 他营销 他这个里面包含一种情感 让你看到无论是悲愤 还是温暖 还是什么什么 他会引发你的这个情感 第二句话 这种经济叫什么 叫人的情感商品化 吓一跳吧 什么叫人的情感 这个商品化 最大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呢 表情包 表情包 大家都一直用啊用啊用 他替代了你真正去表达你的这个情感 像以前你们讲过那个 葛优滩 葛优滩就是一个赚了好多钱的一个表情包啊 对就我现在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跟人去聊天的时候 用了好多这个表情包呢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掩盖了你真正的情感 有时候你其实不太乐意跟他说 或者你发一个特别开心的一个东西在上面 或者其实你已经把你的情感当作一种商品在网外弄 他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什么 对那就叫你的脸书吗 就是你呈现出来的 其实有时候我咋是犯忧郁症的 但是你跟人聊天你还得发个笑嘛 对对对对 假脸嘛 对 对我这里还有很多论点讲 我先讲表情包这个 有时候是掩盖吗 有时候我我我倒觉得说 它是勾引你的情绪 比方说我可能那个高兴只要摆 只要十分 我发个为了方便 发个表情包给你 在发的同时甚至在选择表情的同时 引了我的情绪出来 我那个高兴可能从十分变成五十分 然后倒也很好 你是会变得更开心 对啊会会啊 我们行动会带动心理的 心理学家说 我们通常是说我害怕 所以我跑 我我跑的 心理学家说有时候倒过来的 你说的对 我跑 我害怕 所以那个丹麦存在主义大师 采哈国持科国 他说嘛 OK 你别欺负我们听不懂丹麦 OK 你你别 克尔凯户尔 是吗 你是说 他是说 他现在的名言是 包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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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的哲学家 包瓜 没有 包瓜荷兰的丹麦的哲学家 他说 你不信神是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觉得说我信主 所以我跪上来祷告 他说对不起 你先跪上来祷告 你就会信主 行为心理学派 你行为来带动你 其实佛教一样 修行 所以说 表情包 有时候是掩盖 有时候我们说 会不会用了表情包 我们就忘了真感情 我觉得 什么叫真假感情 很难说 往往是我们选择表情包 甚至表情包前后加些字句 会把它我们的 创造了我们的感情 创造了我们的感觉 你说的太对了 一切都在互相渗透 互相影响 而且他这个快速的情绪反应以后 再加上现在支付手段的极其简单 一点 钱就出去了 一点 我很惊讶 他能够抽到两百多万 说明大家 我就觉得大家真的是很有善心 你说郭美美弄倒了一个红十字会 没想到 现在还有大家愿意去捐款 这个是一个微信平台 大家以为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不是一个机构 不是一个什么的就给你 好 没想到这一弄 又把这个平台又给搞坏掉了 我觉得他有偶然性 就是有时候啊 这个互联网的情况啊 你看就是互联网叫非中心嘛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 互联网上的一个热潮起来的时候啊 很难找到确定的原因 有的时候 怎么他就起来了 你应该留一笑 你再弄一个 你就弄不到两百万 就是他 我认为他有刻意的预谋 但是呢 也有偶然的成分 就是他并不知道 后来发生的事情 是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而且就你刚才讲啊 就是说 前一阵我们找这个 侠客岛有个司徒格子 我一个小师弟 我挺喜欢的 不像我们这么昏昏沉沉 看问题啊 就是比如他就讲 有的公众号 他就说这个文风啊 现在他就批评 他就说 有的公众号 为了这个流量啊 就是故意的 把本来是灰色的世界 故意的非要说成是 非黑 击白的 这样来划中 就是川普吗 我真的就觉得 这个世界就是 前所未有的混杂了 就是渗透了 就是过去啊 我真是 其实我还是挺留恋 那个纯洁的世界 但是今天 我完全敞开怀抱 接受这个混杂的事 混水好摸鱼吗 我能接受 但是你看啊 什么叫灰色呢 就是你去体会 这个当事人的 这个这个心情 你就会发现呢 你看罗尔这个人 我看他这个面相啊 我觉得是个 粗线条的人 你看他的这个文风啊 是个情绪型的人 这样的人吧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生活里 就有这样的人 哈啪和泪奔了 甚至就是觉得 这个这个 他实际对群体的呼应啊 格外有一种 人来风 他这种感动 会被加倍放大 我不知道是感动了我 还是感动了你 还是感动了谁 然后呢 当一个这个情绪 出来的时候哈 比如说女儿 这么难了 对吧 这么哀伤 然后呢 他要让全社会啊 都能够 共鸣 他的这个哀伤 这个里边 进入一种情况的时候 比如说 呃 一个这个 情动于衷的人 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哎 有没有一点私心的小鸡贼 或者他的合作伙伴 有没有 或有或无 但是他们做的时候 会被他们忽略掉 嗯 就比如说 哎 照他说的 哎 我这朋友 这个微信公众号 哎 他正好也要营销啊 我这个文章转发出去 哎 又能够这个捐款 哎 顺带着也能够 也也是给他做一个宣传 也没什么不好 你知道当 没想到后果 那么大的时候啊 这些事情其实是混杂的 我觉得 或者说 他觉得可以忽略不计的 有些有些心思 那我们假如像转发转发 我们一定是有一个前提嘛 我假设你是真的 我们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啊 做特别做好事的时候 我们要假设是有天使的存在 你是真的遭受这种灾难 那假如我可以捐了一毛钱 一分钱 十块钱啊 一百块一千块 我就是当了一分钟 一秒钟的天使 也有好多人一起来帮助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假设 可是没想到这种假设 十次里面有九次是不对的 可能有八次不对的 原来要求帮忙的人可能是假的 所以其实刚讲到另外什么 渗透营销的角度啊 我告诉你现在全中国可能在这些这几天 这段时间最宝贵的一个大数据是什么 这是捐钱给他们的那两百多万的来源 很重要的是什么人捐的 哪个地方的哪个年龄成人 就是我们这里仅存的这些这个艺人 不是我说大数据 那个大数据 他们不是捐钱吗 两百多万 现在都退嘛 原路退回 原路退回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从企业管理 现在都讲大数据嘛 我们需要大数据 才能掌握我们的目标消费群等等 对吧 现在是说你讲的什么情感消费 或说日本人以前说的感性消费 就说只要拿到这个事情的大数据 到底那两百多万的捐款是从来的 哪里来的 是谁愿意面对这种情况捐出去 是哪个省来的 什么阶层的 什么性别的 那你就能够以后下一步掌握了 如何去针对这些目标 都擅长人翁啊 来赢取他们的捐款 那大数据 这些人这次肯定都受伤了 这些人以后不会再会捐款了吧 你说我要是掌握大数据 我可以精准了 谁最心软 见风流泪 以后我有点什么事 是这样的呀 是这样的吗 对啊 咱们去下广告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去下广告之后见 未经许可两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些人的反省 这些人都会想要做真正的 就是这些人的反省 情要做真正的 大数据 但这些人开始 就像中了 今年那些人 就像中了一样的 他这么做呢 似乎不算违法 就算是个人求助 那么义军你说 照人家讲的 说他这个 他到底算有钱也没钱 有人说他是中产阶级 那可不可以向人们求助 都可以 他其实是一个什么方式呢 现在我们叫众筹嘛 对不对 众筹他其实分为几 他有三 好像我看有三种形式嘛 有的像他这种叫 叫无偿捐赠 对吧 他不附带任何的这个条件 他也没有承诺人家说 我之后要退钱给你说 比如说他真拿钱 去给他女儿去看病了 然后看完了之后 有多余的钱 他也没有承诺要退啊 这个是等于是无偿捐赠 还有一种呢 现在更多的那种众筹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来做一个项目 就是比如说啊 我就说我现在要盖一个酒店 我想盖在一个 还没有人盖酒店的一个地方 大家都觉得那个好好 那你来给我筹钱 我盖好以后呢 那你可能是最早的一批 那你可以来免费住一个月 或者怎么样 他是有条件 他是那个来答应你 但问题就是 谁给他们做背书 法律上有没有 现在法律上这个漏洞 就是特别的大 而且就是最倒霉的是 那个支付体系 就很多这个支付体系 他们不给他做背书了 今年的六月份 不是有一个叫做PayPal吗 他们就是停止了 就是说 如果你给人家去众筹 你上当受骗以后 这个退款呢 他们都不经手了 说因为呢 好多的这个项目 后来变成说 一开始是 我是要盖个酒店 我要干嘛 但后来我做不下去了 那么你不是要 退钱要干嘛吗 他这个这种事情 就是你刚才你说的 十个项目里面 九个都弄不起来 他说我这个退款 这个事情太复杂 我碰都不碰了 所以现在没有人 给你来背书 就是说你捐出去的钱 有没有这个保障 说全凭良心 所以有人就说 这事就又是对中国 已经这个饱受摧残的 社会人与人 信任的这个体系啊 是一次摧残 那么我就还是说鲁迅 你看你发现鲁迅没有 鲁迅不会犯这错误 鲁迅因为说 我从来不但以最大的恶意 来揣度中国人 但是呢 我还真跟鲁迅相反 我老喜欢以最大的善意 来揣度中国人 有的时候吧 中国人不是多精多坏 而是多傻多糊涂 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我们都不是 很精确的一个头脑 我为什么觉得 我能聊聊这个事呢 因为罗尔碰见的这两件事 我都有类似的经验 比方说 我有一位雇员 就是因为患白血病 就是这个去世了啊 你说我们上期还不是亲人 对吧 只是一个亲朋故旧吧 那么你知道 得这个白血病 有人就讲 说那些那个杀人犯 强奸犯 不用判他们坐牢 给他们化疗 给他们做了化疗 他们就不敢再犯罪了 就是说这个痛 知痛苦 你知道吗 因为我当时看着 就是就是 我都我都忍不住这个眼泪啊 哎 我就想 何况是个几岁的一个女儿 你知道吗 一个 又那个疼 那个疼啊 那个化疗 包括将来要是换 假如是会 干细胞移植的话 甚至干细胞移植完了 生活质量也会下降 就是说 你还会有后遗症的这种折磨 发生在一个女儿身上 我觉得要是一个父亲 方寸大乱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 再有一个 就是 我不敢对他的事 做价值判断 我只是说 有些时候啊 我老说 李商隐有一句诗 叫做 此情可待 只是当时 只是当时已枉然 我如数次的去引用 这个 因为它是我生活里经常发生的 就很多事啊 到了后来 就是说事后诸葛亮 你当时是枉然的 你比方说 几年前 这几年 我就挣了一些个丢人的钱 对吧 当然就是 我也得到了大自在 就是不要脸了就能挣钱 你知道吧 但是你知道 初始的一个 激发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中风 一下进ICU 他说他这个小女儿 一天一万 我那个时候啊 就是 在在急救期间啊 急救期间 一天五六千 一天五六千 就刷出来 就刷出来 你知道吗 而且医生告诉你 可能还要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 待在这个ICU 你想 甭说我了 我爸 会他们那么抠的人 会变成什么 而且他们想的 我虽然跟我爸说 我说 哎 有我呢 没事 没事 有我呢 我说 我来给 但是他们一辈子 他们想着 我们是给孩子攒钱 将来我们走了 把孩子留给孩子 现在倒回来 要花孩子的钱 你知道这对他来说 多大的这个压力 你知道 可是到后来 我就跟你说啊 问题都会 总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你在当时 把我都吓着了 我也不算说 挣钱太少的人 你知道 我就马上觉得 我得挣钱 马上 因为啊 你那个时候想到的 不是单纯说 这笔医疗费 你现在的存款 能不能支付 而是你意识到 人总是会把 不安全感放大的 你认识到 这个这个会多长时间 我这个钱 填进多少是够的 你会这么算这个账 尽管我到后来 有人也模模糊糊的 说过 哎 其实能报的 他很多他们的医疗 医保 最后我知道实际上 妈妈的这个医疗费 可能一定有一半 稍多一点 是能够报的 哎 就是说 但是你作为那个时候 你这个打算呢 我就觉得 挣多少钱都不够 我就去 可以丢人 没问题 你知道吗 你即便能支付 你也怕不够 当然 我不会说 像马家会借钱 我不会走这条道 但是我是指的 当时人对 缺钱的这个恐惧感 你知道吗 会让你糊涂的 这焦虑不安全感 这个所以就是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 理财的重要 可是说回鲁迅那句话 我真的承认老了 年轻的时候 看看得很过瘾 什么用最大的什么恶意 来看别人什么 我老到一个年龄 我最大的感觉是说 善意看别人也好 恶意看别人也好 其实善恶 是要来自我要求的 尤其你能力 所谓中国话 有四个字很好 量力而为 然后善恶 你自己要怎么样做善 怎么样不要做恶 你自我要求 有时候看别人看不太 没有需要看 为什么 你看不懂 别人要骗你 总有方法来骗你 这个什么某某 骗不到你 被踢爆了 什么好 下一个呢 难道你以后不行善吗 以后不支持 不帮忙别人吗 有时候我脑到一个地步 觉得无所谓了 像我以前 你被骗了也无所谓吗 你量力而为嘛 你不会说 我看到这样很感动 我按请家荡产 把我房子捐给他 不会嘛 那我就想 我问每次 我都提醒自己一句 万一万一 这个人是真的呢 真的需要了 而我又有能力了 假如他骗了我 我不会太怎么样 小吃顿饭嘛 那可是万一他是真的呢 那我们因为担心他是假的 那他去世了 我问你 家伟 你到过某些国家去旅游 你肯定知道 一个人来给你要钱 一个小孩 一山蓝旅 你给了 给的同时 二十个孩子 哗都来了 你都给吗 然后一百个都来了 你都给吗 文涛 我刚刚讲了那四个字 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 第一个假如小孩过来的话 我当然 那时候想不是给不给 而且说他们经常会分散你注意力 从后面偷你东西 包包的 那第二个 当然会有这种情况 听太多了 来二十五十 比方说我会这样做的 我刚正想举这个例子 我在小时候 我父亲不鼓励 我在路上给钱讨饭的 他们都是假的 这个那个 那我后来自己讲到 我又觉得 好了万一它是真的呢 在当下那个制造 我觉得给他一下 他的温暖的眼神很好 那像回到你那个例子一样 假如我给了 来了十个 我还有钞票我就给 再来二十个 我一点都不惭愧 我不给 我晚上可以睡得着 走不了 抱着你 不会吧 所以你说 现在在中国社会 你这个人得多精明 多精才能应付 前面善心施舍着 后边还得捂着兜防止被人偷 是吧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就在想说这是就是给给钱的人像你刚才说他们要多小心啊 但有时候小心不是他考虑 看到一个人去 我看到一个人去要饭 就你给他你可能想是假的 但那一刹那你看到他有温暖 他们都是在这样 那一刹那我帮了一个小孩 我是天使啊 他是这个感觉 那其实整个这件事情里面 我觉得是双方都有一个情感的一个错位 或者说他的这种怎么样自律他这种这个情感 你像那个罗尔的话 我也很很能够设身处地的想他当时的这种很焦急怎么样 但是我最近就看到有另外一个例子 是我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就是家里面有一些这个变故 那也有很多人就打电话来问他 你要不要怎么样 那么他确实他认为他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是可以接受他们的这个帮助的 而且他把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银行户口也给了人家 结果呢 他那个朋友就把这个银行户口发到了一个大群里面 他一看其实你你你你你其实说 他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的吧 人家可能是帮他 但我那朋友一下子就崩溃了 他说他就说怎么能够这样子 他说我不是所有的人的钱我都可以收的 就赶紧就说我那个账户是错的什么什么 就他有这种意识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钱我都能够拿 我相信那个罗尔其实他最初一定是一个爸爸想救孩子 但是他在他跟那个小同仁商量 放到网上去的时候 这件事情已经有点变味道了 其实那他也知道那个人是一个公众号要怎么去营销 他也完全知道啊 他们也会要赚钱 这个不是明摆着的是吗 他自己也知道 我觉得就这个灰色的地方 对啊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啊 没有纯洁的 真的他有没有点小心思 呃 就说今天这个善恶难辩 说实在的就是 好比你就说 我说今天的很多东西都 我的古典派的看法 比如说营销就是营销 节目就是节目 这俩是分开的 可是最近我我这这些年我和解了 我觉得对于今天现代的社会 你必须要和解 比方说 哎 假如说呃 赞助商 现在他不是做广告 他希望你谈一个他的话题 比如说谈一个匠人精神 哎 那郑乔我确实是想谈这个 他没要求你直接售卖他的 他说你能不能谈这个 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理念 我就选择了和解 我认为我也确实想谈 那么你看 这东西你要较真 他里边有多少商业 有多少是内容 好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